根据塔斯社星期二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5月7号宣誓就职 开启他新的总统任期 报道指出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宪法和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席 克里沙斯在委员会的一场会议上证实 普京将在7号宣誓就职 在3月举行的俄罗斯第八届总统选举中 现任总统普京以87.28%的得票率获得连任 他随后通过克里姆林公网站发表视频演讲 选举结果体现民众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针的支持 已经取得了成就 令俄罗斯更加强大和独立 他表示将竭尽所能确保国情咨文当中 所阐述的大型国家项目和计划得以落实